那佛经说 如果用米念尊圣佛母咒 这个米就会变黄金色的 如果用水念尊圣佛母咒 这个水洒出去所有恶鬼道 还有动物道 吃道就解脱 所以我们尊圣佛母咒很重要 一般放念口都会念长咒 那各位不会念就念短咒 各位念一下 来 这个阿弥陀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希望这些众生吃到米 喝到水 就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所以跟我念一下 还有一点就是淹水 淹很厉害的时候 你要赶快念尊圣佛母咒 水会退掉 各位看到所有的米跟水 都变成黄金色的 很容易记 Ong Plung So Ha Ong Plung So Ha 还有一点你洗完衣服 折好给他念Ong Plung So Ha 念七遍吹一口气 这个人穿着这个衣服平安 晚上睡不着觉 也要念二十一遍Ong Plung So Ha 喝一下那个水 很好睡觉 还有你希望天上的神 都能够加持你帮助你 那你拿花的时候 各位以后供花的时候 也要念Ong Plung So Ha 念七遍或二十一遍 拿其中一朵花往天上撒 那什么意思 所有天神本来要下地狱做二轨道的 会升更高的天 所以佛陀就讲了这部尊圣陀罗尼经 是因为有一个天神要做畜生 他不知道怎么办 每天在那边哭 然后佛陀出现了 就告诉他 你只要修这个尊圣佛母法 就不会堕落三个道 天神生更高的天 所以我们希望诸天欢喜 就会拿着花念 我这边拿花大家一起念 我念Ong Plung So Ha 然后我要供养诸天神 就这个意思 以后各位也要自己做 来 Ong Plung So Ha Ong Plung So Ha Ong Plung So Ha 所以各位 这个咒麻烦你背下来就这么短 没有水 没有米 你只要拿沙就可以 如果看到狗屎在路边 或是你去市场看到很多死的动物尸体 你只要拿一点点沙 念Ong Plung So Ha 洒出去 这些动物就脱离三恶道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东土若无尊圣众 所以说我们东方如果没有尊圣众 三恶道的众生永远没办法离开痛苦 所以在五台山有一个尊圣 尊圣脱罗尼的塔 将来我们也可以请一个尊圣脱罗尼塔 小小的可以 大家可以放在那边 然后三恶道众生都可以超度 人类去绕可以得到福保 所以各位用水 用沙 用米 你用香烟 就是各位点的那个烟共舞 我们都会念Ong Plung So Ha 这个烟让闻到的人离苦 闻吸到的动物 潮度 你念Ong Plung So Ha 天上的神都会赶快来吃这个烟 因为祂吃这个烟以后 祂可以升更高的天 所以在佛法里面 有很多殊胜帮助众生的方法 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